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两个大诗人 那么爱卿是我们比较熟悉的一个诗人 也是三四十年代出现的 最有成就的一个大诗人 从这个诗国的总体成就而言 不光是艺术性了 爱卿是主义和郭沫若文艺多等 诗人并列的这样一个地位 这样一个大诗人 所以现在我们的教科书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里边 给爱卿是一种专庄论述的这样一个地位 那么为什么要给爱卿这么高的评价呢 它实际上完成了 现代诗歌里边的一种叫综合的一个任务 就是说它一方面继承了企业师派 也就是中国现实主义师派 那种贴近现实 那种战斗的传统 关注民族国家 这个命运 体现时代精神这样一个传统 同时它要避免了以前这种师派的那种比较幼稚 艺术上比较粗糙的那种毛病 它吸纳了一些现代主义的一些艺术 一些技巧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中和的很大气的一个诗人 下面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艾青 他的创作的一些经历 一些情况 艾青年来 他叫蒋振函 他演名叫蒋振函 是浙江金华人 在1910年出生的 那么他是一个地主和小商人家庭的出生 他父亲呢是开过一个卖酱油的一个小店 出生的时候啊 因为他母亲是难产 这个两天两夜 就把他生下来 所以这个旧时代呢 就认为艾青是这个命不好 就克 克心 克父母 所以生下来就把他过季了 就把他呢 过季就送给一个 这个贫困的一个农民 农妇啊 叫大叶和 所以后来 艾青的成名作 叫大叶和 我的保姆 写的就是他的 他过季给他的那个母亲 那个保姆 那么艾青呢 在这个大叶和的家里 住了五年 他刺激的话来说 我感染了农民那种忧伤的 忧郁的伤感 使我对农民 有一种朦胧的 初步的印象 他五岁要读书的时候呢 才回到他自己的家 就带着那个土气了 是吧 摸着那个红气雕花的家计 穿上那种很讲究的 用背鞘来做这个 扭扣的那些心理衣服 他感到一切都是不自然的 是吧 是陌生的 所以他大叶和我的母亲 诗里面也有这些描写 这个所以小时候生活经历 对艾青这个诗人 后来的创作基调的形成 有非常重要的 决定性的作用 就是说他的诗一开始呢 就和民族灾难 与人民的命运呢 起得血肉的联系来 所以他的诗里面 老是带有一种农民的忧郁 这个我们等一下要讲 专门讲到艾青的诗系 要分析这种忧郁 艾青中学毕业以后 就考上了当时杭州西服的 艺术学院一个绘画系 这个艾青他是有画画的天才的 曾经得到林凤棉 一个著名画家的赏识 1929年就到法国去学画画 那么在这个世界艺术中心 他是广泛地接触了 西方的艺术思潮 特别是印象派的影响 那么这对他的诗歌创作也有影响 所以艾青的诗里面 很注重色彩 意象 可能跟画画是有关系 下面我们还会讲到 另外他也模仿学习 当时的一些象征主义的诗人 像比利时的 这个凡尔赫冷 凡尔赫冷 这个是象征主义 现代象征主义的一个代表诗人 他们的创作都是那种豪放的 快阔的 自由的 很多口语 入诗 体现那种时代的弦力 这个艾青是 很大程度上是借鉴的 凡尔赫冷这种风格 这种写法 所以他在法国住了三年 思想情感艺术都得到了丰富 本来是一个农民出生的儿子 农民出生的一个诗人 他以快阔的胸怀来接纳了当时 西方的那种现代艺术的新潮 是传统的东西 现代的东西 在爱青这里得到了一个完美的契合 形成了他的诗歌创作 那么回到上海以后 他爱青就跟左翼 就是当时共产党影响之下的 左翼文艺运动接触 他参加过美联 当时三十年代有左联 就是作家 左翼作家联盟 还有很多都是类似于左联的 像美术家他有美联 他曾经组织春帝艺术社 也是一个左倾的活动 在讲课的时候曾经被捕 就归当时的国民党当局给抓了 那么到了建议里面就开始写诗 本来他是个画家 被抓了以后在建议里面写诗 1933年一夜十四日 很重要这个日子 那天早晨下了大雪 因为在建议里面的爱青 想起了他的童年 想起了他的保姆 看着这个窗子外边那个雪 那么头靠着墙 他就写下了他的成名作《大雁河》 然后这个诗写好以后 拓一个律师非常有名的 沈君如带出去 就在一个杂志叫《春光》上面发表了 发表以后很快就产生比较大的影响 而且翻译成日文 所以连当时的胡锋 冯写锋 很多批评家都给他很高的战役 那么1935年他出狱 坐了两年牢 然后就开始大量的写诗 而且卖文为生 到了37年他就到内地 主要抗战时期了 来感受民族革命战争的那种气氛 这时候他的诗歌开始走向成熟 最著名的1937年12月写的 是什么 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 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 这个诗是在武汉 也是下雪天 在一个阴暗的房子里面 当时武汉是临时 战时抗战时期 类似于抗战时期的一个总指挥部 但是战争很紧张 一方面社会 当时当局也很腐败 所以他写了这个 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 非常流行 非常影响大的一首诗 1938年他和萧洪 萧军 端木洪梁等 就到山西 当时山西也是一个革命的根基地 他路上就东购黄河 望着那个汹涌的株流 他想到北方那种贫困 那种坚毅 北方是悲哀的 所以激起了他的诗情 他写下了 由北方乞丐 鼠推车等等 这些诗 在1938年到武汉 又参加了文学的抗日宣传活动 也写下了《向太阳》 那么这个诗一般认为是 爱情的一个转折 就是说他成为了抗战当中的 一个吹号者 一个鼓动性的一个诗人 这个时期呢 还写出了非常有名的一首短诗 叫《我爱这土地》 大家可能都知道 四一年在朱总理的 朱恩来总理的帮助下 他这个画章成郭敏党的一个高官 从重庆出发 经过47道关卡到了延安 到延安以后担任了 司宽的一个主编 和毛泽东也有来往的 这时期比较重要的诗篇 诗章就是黎明的通知 但是总体水平 没有超过他以前创作 而且在文艺整风 就1942年前后 延安文艺整风 知识分子进行改造 爱情也受到批判 但是他没有完全给推倒了 所以到了解放以后 他也是有灾难 1957年他刚从国外访问回来 还没一下飞机 就知道自己打成右派了 然后就下放到东北北大方 还到新疆的石河子农场 菌肯农场 那么在那些地方 一待就是二十一年 当然其中也受到了 像王震 十六年等等一些高级干部的照顾 但基本上是中断了他的创作 一直到文革以后 1979年平反 搞错了三个字 三七二十一 二十一年 中止了他的创作 所以爱情是一个非常有影响的诗人 他平反以后 还有创作 出过一本诗集 叫《归来的歌》 比较朴实 平淡 但是富有哲理性 跟早期的风格是很不一样的 以上我们就简单介绍了一下 爱情的创作 生涯 连同几篇 他最重要的诗歌 可以看出 爱情的成功 确实是跟他本人的经历 素养有关系 跟那个时代也有关系 他起到了一个综合的作用 就是说 他吸纳了革命诗歌 那种贴倦现实 大器 这种特色 这种传统 但是他也避免了 以前革命诗歌 一般比较粗糙的 这种毛病 又吸纳了西方 现代诗一些俗法 所以他是一个非常大器的 一个诗人 完成了这种综合的任务 我们说他是综合 简单说 回顾一下 从胡适 二十年代 常诗集开始 那时候突破旧体诗的束缚 要用白话来写诗 到了国墨洛 女神出现第一个高峰 这个时期 主要是破除旧的形式的束缚 快拓那种自由发展的道路 所以第一个十年 二十年代的时候 新诗的发展是自由的 是多种多样的 但总体上来说又是不成熟的 所以到二十年代的后半期 才出现了一个新业派 新业派是讲求新的格力诗 提倡新的格力诗 所以为了纠正那种诗歌形式 过于散漫 缺少诗意 艺术质量低下的那种倾向 就是一破一立了 带有一种历史的必然性 那么到了第二个十年 就是说三十年代 三十年代那时候 出现了第二个诗歌的高潮 我们以前讲过了 一个就是革命 现实主义诗歌的潮流 还有一个就是后期 新业派象征主义的潮流 这两派不太一样 前者比较注重诗歌 贴近现实 反映时代的脉搏 反映国家民族的命运 跟现实联系比较紧密 内容上比较大气 比较坚实 但是那种呐喊式的抒情 和直接磨写 生活的方式 也让这些诗歌 显得太直 太露 有点幼稚 是吧 另一方面 就是刚才说的 像后期新业派 象征派 这些诗人比较注重 艺术的探索 但是他们比较 同时比较过人化 脱离社会现实生活 内容也比较苍白 有艺术至上的 这样倾向 就是说两派 两路 都过有贡献 都有大诗人出现 但就整个心思来说 还是不完全的 不够成熟的 所以到了抗战时期 到了爱卿这个时期 由于战争 民族的复兴 那种迫切的要求 那么诗歌更应该贴近现实 现实主义诗歌 应该占主导的位置 所以这时候爱卿出现 它又既有 以前革命诗歌传统的 这样一个大气的一面 同时又有艺术上 比较开阔的一面 所以它就形成了 一个综合性的诗人 这个是我们要介绍的 一个爱情诗歌的 创作的一个基本情况 一个综合的 起到一个综合的作用 是一个非常大气的诗人 接下来我们要讲 就是爱情诗歌 它的独特的意向和主题 爱情诗歌 独特的意向和主题 也就是说我们分析 爱情的诗歌 它表现最中心的思想感情是什么 主题是什么 就内容方面的一些分析 诗歌主要是抒情 这个情怎么来抒发 不一定是直接的符号 要通过那种独特的形象 来体现 所以分析诗歌不能像分析小说 续记那样 就直接讨论它写的什么具体的内容 甚至情节 是应该主要把握它的情绪和情调 所以意向就是把握诗歌情绪 情调一个很主要的通道 一个入口 因为诗歌是主情的 我们主要是把握它的情绪 它的情调 那么情调怎么把握呢 通过意向 意向大家都听都很熟悉 可能这个词从中学就开始讲了 其实它就是一个迹象化的一个感觉 或者是感觉的迹象化 这感觉通过一个可以 比较具体的一个形象来表达 具体的形象来表达 所以这是一个主观或客观 如何的一个形象 就是说这个形象 它里边有主观的因素在里边 既要有可以感触的形态感 要具体 同时要有诗人的那种感受和发现 这主观并不是一般的情绪就可以了 它必须是为诗人很独特的那种感受和发现 这种独特的感受和发现 再通过它独特的那种形象 结合起来 就是意向了 这是一般的说法 那么诗人的思想感情 这就是意了 和体现这种情感的像 它是应该是水柔交融的 结合这一块 就是意向 当然关于意向呢 在文学理论界有很多很多的论述 它原来是一个古代的 一个文论的一个词 那么我们用在这里 就做一般的思考分析的一个方法的了解 所以意向它跟一般的形象是不一样的 一般的形象不一定含有诗人独特的发现 独特的情感 那么意向必定要有 我们举个例子来说吧 比如说写一块布 写一块布 如果用一般小说那样很客观的来描写 你快用这个层次 比如说这是一块红布 红色的布 这是给人一种印象 这个形象 叫红色的布 这是一块飘动着的红布 红布有飘动着 那形象更加具体生动了 一块江湖艺术用它来谋生的红布 啥把戏的 有时候拿一块红布是吧 那么这个是什么呢 都是形象 都是形象 但如果用诗人的眼光 从红布联想到 什么艺人 或者以前他的凄苦 他的血汗 那么他很可能就变成一句诗 那么在诗人眼中就可能会这样写 这是一块七雁的红布 一般的红布 飘动的红布 都不一定带感情色彩 但是你说七雁的红布 这就有可能变成意象了 刚才我们说 这个诗歌分析的应该是 把握他的情绪 把握他的感觉 情调 但怎么把握呢 通过意象 爱情的诗呢 是很少知书凶意的 他跟郭沫若其他诗人不太一样 他总是要通过很多 具体口感的意象来完成 所以爱情的诗歌 意象 是我们分析爱情 很重要的一个通道 他的意象很多 但是有最喜欢写的意象 我们叫忠心意象 忠心意象是什么 一个是土地 一个是太阳 他写的最多 当然还有黎明啊 火啊等等 忠心意象 这是一个基本的看法了 说明爱情的诗歌 它往往有两个最基本的主题 或者是表现最基本的内容 一个是对劳动人民那种感情 另外一个是对祖国命运的关怀 对劳动人民的爱 对祖国命运的关怀 当然另一方面 它带有对光明 对理想 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你看我们可以挤一下例子 像我爱这土地 像大雁和我的保姆 都是以土地 作为中心意象的 像向太阳 黎明的通知等等 都是以太阳 作为中心意象的 就一个土地 一个太阳 写的最多 当然还有各种其他的意象 但土地和太阳 能够最代表 爱心诗歌的意象创作的特点 就是中心意象 虽然是特殇